好,我叫做Qman王杰林 很喜歡音樂,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拿著吉他自彈自唱 我想大家認識我都是因為綠豆 其實我都很喜歡吃綠豆糖水 綠豆是帶給我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套劇主題曲和插曲都是有我的出現 其實我就是這樣,綠豆產生了我 第一次,第一次我所愛你的時候 第一次踏上紅館的舞台 我很感恩,很感謝Vivian領了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去到後台已經很棒 因為經常去看演唱會在紅館 第一次踏上舞台的時候,我覺得很興奮 紅館舞台的那個,你知道那個升降台 有時候經常看歌手 拜拜都是升降台 拜拜,拜拜,拜拜,下去 今次我做Vivian演唱會嘉賓的時候 我是升降台升上來和下去 我覺得很棒,很開心 我覺得令我夢想成功 就是《復仇者》 是不是叫復仇者? 對,復仇者,我喜歡看復仇者 之前我喜歡X-Man的G.C.H.O.F.G. 其實我也很喜歡看英雄片 因為多數英雄片會給你一個正義感 我覺得其實都應該有正義感 我覺得人有不公平的應該走出來說 我喜歡看英雄片的 例如X-Man或者復仇者聯盟都很喜歡看 前幾天看過,前幾天看過 正 晚上 我其實什麼時間都喜歡 但晚上其實對我來說都很特別 晚上我是常常睡不到覺 睡不到覺 可能因為晚上特別多靈感去寫歌 有時候睡不到覺就會多點去想 多數正來我拿著吉他都會去寫一些歌 不知道晚上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很容易寫多一些歌 當然有遲日後都會寫歌 但晚上就有很多靈感 而且我常常睡不到覺的時候 我可能會看電影 我也很喜歡電影 所以常常看電影 最近看韓劇 我其實十年前已經看韓劇 但最近有一套韓劇是令我睡不到覺 我常常看韓劇 有時吃薯片 有時吃麵 夜晚 夜晚 我也是夜晚活動的人 放假 放假我就一定要去旅行 因為其實 在兩年前 我想我四年前都不斷去旅行 所以放假來說我一定要去旅行 最近我最喜歡去的地方 我想都是台灣、韓國 因為比較近一點 還有可以 放假其實可能都是離不開音樂的 放假我都會拿著吉他唱歌 甚至我去旅行很大吉他 所以我想我離開音樂的 放假都要入音樂 壞習慣 這個也要說 我想我壞習慣就遲到了 大家都知道 我都正在改 我覺得都有進步的 這個是我的壞習慣 為什麼呢 由上學讀書 到我出來工作 我都是有這個壞習慣 我覺得香港人都有這個壞習慣 很多人都有我 但我覺得都要改 現在我多數都是公司 可能同事教我 預早十分鐘 還有現在都會預早的 所以有時候 其實明顯說 我其實在這兩年 我是有進步的 但我覺得大家都要改這個壞習慣 我改變你了壞習慣 大膽 我覺得大膽來說 其實我講來講去都是音樂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算大膽的 就是第一次踏出去澳洲 工作假期 為什麼說大膽呢 其實當時我的身家 只有六千多到八千元 那我就買了機票 去了澳洲工作假期 其實打算去打工 沒想過馬上去打工 誰不知去到澳洲 就因為麥爾本 麥爾本 音樂文化很強 那我去到的時候 我就 其實用了我所剩下的錢 就買了 Amplify 麥克風 所有東西 那時候可能我最 剩下的身家 可能只剩下兩三千元 但是我就買了器材 就是Busking 那我覺得 最大膽的一次 就是離開這麼遠 然後去了幾個月 就去Busking 去連續的國家 那之後也是的 其實都沒有人告訴我 去哪裡Busking 那我當時也是第一次拿著 拿著所有的東西 去歐洲Busking 那其實不知能不能生活 那我覺得 我這一個是很大膽的 我覺得 因為其實很多 最初我去的時候 是有些朋友潑冷水 說 你都是不行的 其實都幾多冷水的 但是我都是不理 其他人說什麼 我就去了 那我覺得 如果你不去大膽做一些事情 你是不能就見到你的未來 我覺得 你不會知道 你將來發生什麼事 那我覺得 每個人都需要大膽 去吃多一步 給他們多一步